明明昨天颱風的中心已經出海了 但是今天清晨四點左右 卻又二次登陸 接下來我們就想請教佑融 這是為什麼呢 佑融 好的 鄭家哥 觀眾朋友 我們可以說海葵颱風 真的是一顆很有個性的颱風 就像孫家剛剛講的 他在昨天晚上八點的時候 已經從高雄子關出海了 但是沒想到 在這附近睡了一覺之後 今天清晨三四點的時候 又突然醒來 開始二度登陸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嗎 昨天這顆海葵颱風 它其實走得還蠻快的 所以它在暴衝的過程當中 它經過了中央山脈 它的結構就被破壞掉 所以以現在來說 它是結構被破壞掉的 這個狀態 持續在沿海這邊開始打轉 所以在昨天晚上深夜 到今天清晨的時間 它就是在高雄 還有台南沿海這邊 持續的轉圈圈 那轉圈圈轉到一半的時候 發現它東邊的分量又開始多了一點點 所以結構就是在重整的過程當中 它又開始逐漸往東邊又再吸回來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 在今天清晨三四點的時候 它又在高雄左營二次登陸 以現在它的動態來說 大約就是開始往北一點點 貼著高雄 還有在台南的沿海 在這邊開始逐步的游移 目前來說它距離 台南大約是有十公里的海面上 那它直接貼著海面這邊游移當中 我們就是要看它向北的分量多一點點 還是向西北的分量多一點點 再來決定之後它會怎麼走 那至於觀眾朋友還有哪些問題 我們再把時間換給水長 好的 剛剛佑榮特別提到 它有形容說這個颱風就好像是睡了一覺 然後在清晨的時候又醒過來 然後二次登陸 因此我們現在最想要請教佑榮 究竟這個暴風圈什麼時候 才會正式的脫離台灣呢 好 如果照現在的這個路徑上面來看的話 最快的話可能是要等到今天傍晚 或是晚上的時候了 那這個速度稍微是再慢一點點 就是因為它今天清晨又二度登陸 所以能往東邊的分量多一點點 那以現在來說 它其實結構算是比較弱一點點的 它昨天還是中部颱風 但是現在已經減弱成是侵入颱風了 所以我們就希望它往西邊的分量多一點點 那它就會逐漸往中國的這個地方走 那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大約就是在今天傍晚到晚上的時間 暴風圈就會脫離本島 但是這個雨勢上面來說 大家可能還是要特別留意一點 因為現在包含像是陸上颱風警報 台中以南還有在花東 金門澎湖都是持續在陸上颱風警報的範圍之內 尤其這顆颱風它現在的中心點位置 大約就是在台南還有在高雄沿海這邊這塊游移 早上的時間就是南高坪 要盛訪的就是強風豪雨的發生 那另外包含像是在宜蘭還有在新北是這塊 主要就是受到這環流的影響之下 現在這邊有比較大的回坡 所以尤其早上時間到9點鐘的時間 像是在新北還有在宜蘭要盛防的是 容易會有比較大的間歇性的降雨 現在它的速度來說大約是以11公里的速度 直線往西轉西北西的方向來走 走快點點的話大約是在傍晚晚上時間 就會脫離它的暴風圈 不過我們來看看這一次的實測風雨表 主要昨天累積量最多的都還是集中在東半部 像在花蓮秀林兩天累積量下來是高達了758毫米 在花蓮萬榮也是有745毫米的 宜蘭的山區大同也有500毫米 那另外在台中的和平山區也是有480毫米 所以我們在新聞畫面當中有看到 包含像是宜蘭、花蓮山區都出現有一些落石 或者是一些貪方的狀況 所以你也提醒大家今天千萬不要去山區 那至於在今天來說的最大陣風 在南投仁愛我們偵測到了13級 另外像是在宜蘭的頭層高雄小港 也有偵測到12到11級左右的強陣風 以今天清晨來說風力最大最大的 就是集中在南高屏 十級風籠罩的範圍包含像是在高雄小港有偵測到11級 那另外在屏東的離港也有11級 澎湖也是有11級左右強陣風 現在這顆颱風的中心大約就是在台南還有在高雄沿海這邊游移 所以游移的過程當中可以看到南高屏正是強風豪雨 也就是現在要特別注意的時間還有地區 所以氣象局有進行發佈了大雨甚至好大雨特報當中 那我們來看看這次有發佈到了超大豪雨 就是在花蓮宜蘭還有台中山區 剛我們有看到這些地方兩天的累積量下來 有高達500甚至可以到700毫米 那另外在高屏山區南投跟台東現在也都在發佈了大豪雨 整體來說今天像是台中以南 那一路像是在宜花東 今天來說雨勢上都是比較驚人的 那至於在今天的雨什麼時候會結束呢 我們來看今天的定量帳水預報圖 現在颱風位置在高雄還有在台南沿海這塊 南高屏的雨勢現在來說是最明顯的時間點 那由於包含宜蘭還有在雙北 現在剛剛好就是被這個環流的回坡給掃到 所以現在這些地方也容易出現一些比較大的 間接性的降雨 大約在今天上午傍晚時間 我們本島會脫離暴風圈 雨勢稍微趨緩一點 但是接下來吹南風 而且在周二周三我們是處在一個低壓帶的環境 所以這個雨勢也會一路持續到周二周三的時間 所以最後我們幫大家統整一下 這次颱風影響到我們的時程 雖然說昨天晚上八點鐘從高雄這邊出海 但是由於它的結構非常不完整 再加上受到地形的影響 所以今天清晨四點的時候 又二度登陸了高雄 那以目前的速度來看 它大約就是在高雄還有台南這邊游移 所以要脫離暴風圈 還是要再慢一點點 大約就是要等到今天傍晚 或是到晚上的時間才會比較有機會 也提醒大家 早上的時間還是要嚴加戒備 以上是為你掌握到的颱風動態 再把時間還給順夾 快點看 不停 為何這樣 快點 記住 有